阴变阳 阳变阴 那么也就是我们按照四时 春夏秋冬也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比如说这边是春夏秋冬 就是你们要养生啊 或者是你们要获得真正的这个自然界的智慧的话 那这些东西自然你要基本的把它了解清楚 这样的话呢 你们不管是为人处事 还是养生 或者是将来真的你们醒悟的去传承 最基本上给你们打了个基础 那么春天呢 你看它是温 春天呢它是温暖 夏天呢它是暑 就是热 秋天呢是凉 冬天呢它是寒 就是冷的嘛 那么讲的寒暑往来 到了冬天的时候 你看冬天是它寒冷 寒极而生热 这个时候就是开始一点热的 就开始往上伸 伸到这个地方刚好得阳位 它就开始温暖 它就不冷不热嘛 然后再往上走来 它就不断热 到这个地方热极 到了极点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物极必反 所以说为什么 像那个六摇 六摇里面讲的这一句话叫抗云有毁 就是到了这个时候 如果不有毁 你还继续热的话 如果到了极点 你还继续热 那万物一定不得生 你到了这个地方 寒极了 你还继续寒的话 那万物呢 它也是不得生长 一定是有灾难 所以一定要保持这种 自然的和谐和平衡 热到一定的时候 它一定会再生寒 这个就是你看 我们把寒用阴来比喻 热用阳来比喻 那么就是阳生 你看到没有 阴降 它就一定是这样循环 那么一年是这样的 一个月它也是如此 知道吧 只是这个东西 你们要掌握这个 其实古人在《易经》里面 就把它全部讲清楚了 那么这个呢 你们要好好去思考一下 好不好 那么这个就是大概的 你要明白 那么也就是阳极生阴 阴极生阳 当我们阳极的时候 它的阴气要起来 那做我们养生的时候 我们要守住这个阳 不要让这个阴气 它直接生 像生到64岁 把人没了 那么通过这个东西 你也好好检验一下 你们到哪了 如果真的按这种挂项的话 看你们到哪了 它为什么是64岁 你要记住我们人 在我们丹经里面讲的天油揭秘密 天油揭秘密什么意思 人一身的油 是固定是有限的 就六斤四流 每天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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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烧64年就没有了 明白吧 那么我们要中间 你要懂得去养 去养 那么养的话呢 就是天油 当然这个 我们只能前面的 跟你现在去触摸一下 那么将来 比如说你们真的是 得满的时候 我们再深一点来探讨这个天油揭秘密 反正你要记住养生就行了 别让它64年烧干了 如果是那个油灯里面 这是个比喻嘛 那油灯里面就这么多油 然后你一直点 从来不去加 它自然会烧干的 那我们要不断地往里面加油加油加油 这样的话 它能持续地去亮 这只是个比喻 你要明白 那么当我们阳极声音的时候 阳极声音我们怎么办呢 那我们要去养 你要懂得去养生 就是在每个月当中 因为时的话 你们根据这个 根据这个一生和这个月 你们好好去悟 好不好 哪一天你们悟到一定的时候 自然会开 说不定哪一天 我再继续跟你们巴一巴